民警立马赶了过去 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坐在倒坎上 几个巡逻队员已经守护在老人身边 可能是老人年纪大了 再加上有点疲惫 老人张嘴但说不出话来 身份证显示老人姓徐 家庭住址在杭州市区 虽然老人有 但还是几乎发不出声音 随后民警把老人扶了起来 到了所里以后 民警翻看了老人的病例本 有了发现 民警拨打了那个号码 接起电话的正是老人的女儿 最后家属赶到派出所 把老人接回了家 他儿子说不清楚 因为白天在上班 对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应该老人呢 可能是到这里过来看病的 过来看病 因为我们这里旁边有个 那个夏沙少医夫医院 可能老人应该从市区 坐公交车户来的 优宝环剑记者报道 就算了 就算了 了